很久以前,有一位佛弟子,每天都会前往寺庙,虔诚地烧香祈祷,他坚信这是通往内心宁静和神明祝福的捷径。 然而,有一天参拜时,他遇到了一次奇特的经历。 在他烧香的时候,他突然发现,身旁站着一个人,一个人的模样竟然与供台上的菩萨一模一样。 这个出现在他身边的人,让他感到非常困惑,他不禁问道,您是菩萨吗? 那个神似的人微笑着点了点头,答道,是的,我就是。 这个答案更加深了这位前程者的困惑,他不解地追问,既然您是菩萨,为什么还需要参拜呢? 菩萨温和地回应道,求人不如求己,这句话让那位佛弟子如醍醐灌顶。 他瞬间明白了,前程不仅仅是向外界神明的寻求,更是内心与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。 每个人都需要在内心深处寻求答案,超越表面的形式,去探索生命的真谛。 从那一天起,他的信仰更加深刻,他明白了前程不仅仅是仪式,更是内心的觉醒。 他继续前往寺庙烧香,但现在,他的祈祷更加专注,更加真诚。 他知道,无论菩萨是否亲临,他的心声都被倾听着。 他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的真正含义。 他的信仰不再仅仅寄托在外界,而是要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到答案和宁静。 是否итセンス的根据紫箱。 是否论埋日机,他人议也想要是一忙。 是否论人不再仅仅是否计判识时,又未至于是否论。 是否论东西的人不再仅仅仅是否论的患有点心合得, 编绝以后是否论者的与对两种为述托打托的战 punt。 就是他会有抗托的一身高。